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盘棋呢 十分的精彩 取材是2016年 也就是第八届应试杯决赛的五番棋的第五局 此前呢 唐伟欣和朴婷环战成了2比2 最后一局的决胜局充满了火药味 此时局面是进入到了这个中后盘的阶段 但是形式依然是扑朔迷离 现在该黑棋下 有几个问题需要去给大家先分析一下 一个呢 是黑棋这块棋还欠着一手 如果这边被白棋补一手的话 下一步白棋从这冲过来 黑棋两个断点 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去补回来的话 那白棋把这边这个子 它可以先冲一下或者就这样护住 把这三个子吃掉 假设下成这个结果 黑棋的木树是不够的 那么我们就要替黑棋考虑一下 有没有一个可以说在此时 能够扭转局势的下法 其实唐伟欣这位棋手 他是应该说是一位非常有韧镜的棋手 尤其是在自己不利的局势下 他的中后半盘非常的厉害 很有胜负心 我们来看一下黑棋是怎么下的 黑棋现在从一个 我们不曾考虑到的这个方向 入手 贴一手 这手棋它的意思是非常的积极 虽然这边黑棋嵌这一手棋 可是白棋的这整体 这三个子包括这两子 被黑棋一贴以后 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形状也并不是属于一个完美无缺的状态 如果你白棋挡住的话 黑棋这边它可以再断上来 假设这样吃 那么就意味着黑棋这边都有先手 那它再从这个方向动手的话 这个完全之间的作战就 跟我们刚才说的黑棋处于被动的状态 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白棋从这一带走呢 黑棋这一吃 白棋这一块棋 也还没有火 所以黑棋才会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考虑问题 白棋先想 既然我在这边直接硬的话 我跟着你走 可能会给你更多的借用 那么我就离远一点 虎一个 但是呢 黑棋扒一个它是先手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块棋它白棋没有火 还需要在这自补一手 如果这手棋不走的话 假设白棋从这边动手 黑棋这么一吃 纵使白棋这里可以从这个方向走过来 可是这整体的 如果一旦杀气的话 白棋心里面也是没底 补一手 然后黑棋一沾 这三个子也不是轻易就会被白棋吃掉的 白棋下一步要防黑棋跳过来 它先冲一下 黑棋赶紧从这一搬 这里面其实在这个黑白双方下棋 我们都看到 其实好像两个人都是在互下 各自下各自的 没有跟对方有一个直接的这样一个冲突 和那个响应 但实际上其实 应该说黑白双方的这个选择都是很有必然性的 这样白棋先搬一手 跟黑棋力交换 现在白棋是来不及从这冲下来 虽然黑棋欠着一手 可是这边的这个价值比起左边这两手棋来说要大很多 如果白棋冲的话黑棋这一拐把这边吃掉 那么这个胜负就非常的清楚了 白棋这一猴 白棋这一先一段 因为这个棋只有从这个方向来入手的话 白棋才有可能把这一块棋先走好 黑棋挡一个 其实黑棋挡一个是先手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 下一手被黑棋一跳段 白棋要补 白棋补的也是非常的讲究 扎钉在这 大概白棋考虑的问题是 从这补了以后 以后比如说挡住 那这个断点呢就存在了 假设在这一带走的话 你断上去 黑棋还可能靠下来 诸如此类的这些选择 不在这的话 这边是断不掉的 如果黑棋跳 白棋可以从这冲过来 黑棋挡 白棋从这冲 这边是怎么回事呢 轮到黑棋下 黑棋要把这个先拐回来 它这来不及去吃 吃的话 这两个子在现在 并非是棋经 白棋挡下来 所以可能我们其有 在看这个棋的时候 第一感觉会看到是 有眼花缭乱之感 但是仔细一分析的话呢 我们最重要的 其实看棋 你首要先去判断的 就是最有价值的棋 你先看它最有价值的棋 是否是一个安定的状态 那么你再根据这样的一个 大的情况去分析 这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所以就是带兵打仗的时候 我们都说这个擒贼先擒王 你最重要的就是先看对方 这个墓树最大 最有价值的地方 他这个棋有没有走好 然后才会去考虑 其他这些细枝末节的 这种小的地方 黑棋拐过来 这样白棋再一吼 其实黑棋的这个下法 也不是说它贴了段以后 就要吃掉白棋 而是在这边欠着一手棋的情况下呢 黑棋想通过 找到白棋这个棋心上的一个问题吧 然后把这几个子救回来 然后在救回来的这个环节当中 顺道的把这围成空 这才是黑棋他想去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刚才说 如果黑棋直接补的话 被白棋虎吃住 这边下边黑棋围不了空 那么黑棋的空是实地是不够的 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白棋猴过来 虽然可以先暂且把这个 这块棋救回来 现在黑棋不能吃 如果吃的话 白棋这样一跑 如果你走这个 它就拐过来 你沾上的话 这边白棋再一尝 甚至于它是否拐下来 直接跟你作战 这个结果也很难讲 保守一点就尝在这 那接下来这个拐和这个贴过来 那黑棋已经没办法 把两边都兼顾到了 所以白棋这一猴 基本上可以算作是 吃掉了这两个子 但是这两个子 其实本身原先黑棋 就是在白棋的这个 被吃掉的这么一个范围内 它只是在做一个 弃子的这么一个 可以算作是弃子的利用吧 所以其实职业棋手 他们对于自己被吃掉子的话 是绝对不会这么轻易的 就让你去 或者说是丧失掉自己 可以去借用利用的 这么一个味道 而是充分的去 把自己在棋盘上的 每一个子都发挥到 它极致的作用 这也就让我想起 这个著名的棋手 于兵九段 他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来形容这个子孝的问题 就是他说 你们下棋 一定要把棋长在棋盘上 如果我们去空泛的 讨论这个棋子孝 你一定要下高 这或许是一个很宽泛 又很空虚的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当你听到 你把棋要长在棋盘上的时候 或许会有更直观的 这么一个概念 为什么要用长 这么一个词来形容 其实就是让我们充分的感觉到 它这个棋本身下在棋盘上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 它可以用这种自然的状态 来体现这手棋的价值 所以其实围棋跟其他的棋种 它的区别就在于 国际象棋和象棋 他们每一手棋 在未开始之前 就已经被设定了棋身份和阶级 但是围棋并非如此 在你落在棋盘上的时候 有可能你这手棋当下 是这么样的一个价值 但是你经过了其他的这个下法之后 有可能这手棋的价值 又会因此而产生变化 那最关键的就是在于 落子的这一方 你要如何去运用 如何去掌控 接着实战呢 白棋这一喉 黑棋交换一下 再打吃 白棋顶掉一下 这样撑结 黑棋提 粘住 再打吃 黑棋撑的都非常的满 他用这样的方式 让白棋把两子吃掉 但是呢 他可以先手 把下面的这个空围上 这才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在下边挣到了一个先手 把原先这三个子还救了回去 这等于是 嗯 救出自己的姑棋 还带着这么一个 非常多的木树 然后回头 再把从一开始就欠着的 这一手棋再补上 兜了这一圈 我们看到黑棋的效率非常之高 而当初 从这贴出来这个子 如果一定要从木树上追究的话 其实黑棋就等于是 都被白棋吃了一个而已 也就是两木棋的这么一个概念 但是黑棋在下面 这等于是 以后就算白棋这提掉先手 黑棋只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十二十三 可以算作有十三木棋之多的价值 再加上 原先的这个六木棋 如果说被白棋走到的话 白棋这边还有十木棋 所以 黑棋从这一贴 兜了整个的这么一个大拳 圈子可以说 来回出入有二十木棋以上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里面 黑棋能够获得这么大的一个 木树上的利益的话 是足以使得这个原先不利的棋 转换成盛世的局面的 那最关键的就是 在黑棋贴的时候 做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 以及下了一个很有 对此时局面下很有作用的这么一招棋 充分体现了唐卫星这位棋手 他的一个对局势的准确判断之后 下出了这部胜负手 也是体现了唐卫星后半盘 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局部 可以说下完这个局部 黑棋最终就获得了这盘棋的胜利 也帮助成为唐卫星 赢下了这个硬试杯决赛的第五盘棋 从而以这个三比二的这么一个优势 战胜了朴婷环最终捧杯 各位企有大家好 欢迎收看奇思妙想 我是王湘如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精彩片段呢 是取材于2016年百灵杯决赛的五番棋第四局 此前双方柯杰和陈耀夜呢 是战成了2比1 在第四局当中 面对柯杰是最后这个赛点 能否将比分扳回一局 还是陈耀夜把这盘棋赢下 最终捧杯呢 也就是应该说是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 这么一个赛点上 棋局呢才刚刚进入布局阶段 在下边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形状 白棋是选择在这个黑棋的腥味碰了上来 然后黑棋长 白棋拐一个 然后白棋扳 然后黑棋拐一个 看上去双方都是在各走各的 但是其实又很有其中的这个必然性 因为在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黑棋如果直接扳呢 他觉得被白棋这个长了以后 他可以一手棋靠过来 那实战呢 黑棋走这个 这样下 白棋扳到这儿跟黑棋拐交换 此时白棋的下一手棋 非常的清零 也很值得我们 棋友们来借鉴 很多时候 在类似的这种棋型之下呢 都有白棋 类似于白棋实战的 这样一种选择 就是 在这个时候 其实可以告诉我们 并非只有白棋 长这么一个下法 实战白棋 跳过来 更大程度上的 对这个子 施以压力 同时呢 也瞄着我以后 如果你黑棋不搬的话 那么我长进来 还是非常大的一手棋 因为你打吃 它可以挡下来 这个子 就完全看清了 所以我们其实看 这个围棋很有意思 当 你在白棋碰上来的时候 这一手棋是 非常有价值的 可是当 双方进行了 这样简单的 几手棋交换之后呢 白棋又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 把原先很重要的 这个子 它的价值 减少 看清 也因此体现了 围棋 它其实是 非常多变 非常灵活的 首先白棋 走这个 如果黑棋吃的话 这个时候 要注意的两点 一个是不能粘 你粘住 那被黑棋冲下来 再一个就是 不能打吃 打吃的话 白棋被黑棋 这一题再打断 那这个招法 它就完全 它的思路不能连贯 就像我们刚才所说 当白棋跳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是 把这个子呢 是重新处理 假设黑棋吃 白棋是要 从这儿冲下来的 白棋这么一冲 我们看到 黑棋其实它这个子 就变得很受伤 这边你 即使黑棋再提一手 被白棋这么一拐过来 双方这个木树 在这个局部 获得的木树 是差不多的 但问题是 一开始的局势呢 是黑棋在这儿 是两个子 白棋它等于是 打入进来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吃呢 黑棋也轻易不会去下 但是如果现在去搬住 防止白棋长进来呢 又觉得 好像这个子力 太过于重复了 被白棋这儿压过来 这个子基本上 就不能动了 以后如果说 要想在 左下角 在走棋的话 只能考虑 就比如说 点三三 诸如此类的 这种下法 这边如此 那么白棋的 这个碰上来 应该还是很成功的 它把黑棋的 这个孔 不但是破掉了 同时呢 在外面这几手棋 对上边的 这整个发展呢 还能起到一个 很正面的 这样一个影响 可是如果 直接冲出来 也有顺调之弦 白棋它就 跟着你长 这时候 是切记不能 虎一个 虎一个的话 首先 黑棋它不会吃 它有可能 从这边搬一个 试试白棋的应手 如果 白棋虎的话 它再从这儿吃过来 当然现在可能 白棋它不会 担心这个问题 它大概会 从这儿挡下来 可是这个形状 给白棋带来的 很多问题 比如说 黑棋尝了以后 白棋走 以后哪天 黑棋再从这边吃 白棋如果 走这个的话 黑棋一提 打完 再一沾 这样白棋 就被黑棋 给断开了 打吃 当然不能接住 如果你接的话 黑棋这样 一小间 就连回去了 那白棋这个打入 就毫无意义 甚至是亏了 把自己 平白无故 多出来一块 很重的姑棋 所以 这个虎 很多时候 我们说 这个棋形啊 它的这个形状 什么是好形 什么是坏形 也绝非是 一个单纯意义上的 形状来 构建这样的一个 意识的 一定是 综合了 这个周围的配置 具体的情况 来分析 假设没有这样的棋 假设把这个子 放在这吧 这样比较直观一点 如果是这样 白棋当然从这 虎出来是一个 绝佳的好形 无论从自己 棋形的弹性 再到后续的 这个下法 都是有 很好的一个贯彻 关键区别就是在于 现在这个子 它放在这儿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一旦黑棋这里有 这个打吃 白棋基本上就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压力 所以如果说 黑棋贴的话 白棋 大概会长出来 如果走的话 白棋就顺势跟着走 黑棋在这儿 每走一步棋 跟白棋进行一个交换 白棋都会走到一个比较 广阔的这么一个方向里 而黑棋的这个棋会越走越重 当它走了很多手以后 基本上就不能考虑这个 点三三去转身的下法了 以后白棋再从这边长起来 依然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手 既不能够脱先挡 又觉得 这个直接贴出来 作战不利 由此可见 白棋的这手棋 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选择 实战呢 黑棋 拖一下 黑棋的这个应对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之后呢 这个下法还是很有想法的 它先拖 白棋扳 然后 做结 这是这个棋的关键 很多时候 我们想把这个棋留的有味道 那它就会采取这个 这样一种做结的方式 让白棋没办法把你 直接净吃住 这棋这个时候 白棋不能意气用事的开结 如果这样下的话 正好就是凑了黑棋的一个步调 它正好就这样一开结 因为有了这个子以后 下一手黑棋它不是从这打吃呢 它从这一跳 在这油子 白棋是冲 它可以挡住 就把白棋整个给分断了 因此我们其实看到 这个职业棋手 他们下棋需要去考虑的问题 这是非常的多 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 精益求精的去考虑到 如果稍有一个失误的话 被对方抓住就很难翻身了 白棋尝一个 是稳妥的应对 不给黑棋留这个 其他的借用 当然现在如果说 黑棋要主动开结的话 白棋它肯定是这么打上来 这样跟刚才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就是这个子跟这个子的交换 不管你在这边走什么 白棋它只要把这个接住 那么这两首棋 黑棋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即便这边让你连回去 也无非就是 把原先的控 黑棋的控 把它给落实了 但是白棋 通过黑棋 这一系列的损失的话 它把这个角 变得非常的厚 白棋也是很有收获的 所以白棋长的时候呢 黑棋就不要开结了 黑棋打持 这个时候呢 白棋的下一首也非常的有意思 不能接 接上的话 黑棋一小间连回去了 从下边打一个 这个打不是要就这个子 而是寻求一个顺调的 这样一个概念 黑棋长 白棋冲下来 黑棋如果提的话呢 白棋也是冲 这个节 出棋无节 如果黑棋开的话 白棋先闭着眼睛 提了再说 没有 更好的这个 黑棋的节裁的话 白棋 对于黑棋下面 整个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区别 可能会有其有问 如果说 刚才 直接挡住的话 黑棋提掉 白棋再搬 不是还原了吗 不过呢 区别就是在于 如果 白棋直接挡的话 它黑棋可以立下来 比刚才提到这的味道会更好 所以 白棋打吃 是追求更高效率的 这么一个下法 黑棋长 然后白棋 这个时候 它不是爬的 爬了做活 不是白棋的这个初衷 从这里 冲下来 不能搬 冲 然后白棋再一加 注意这个黑棋的补齐 也是比较有讲究的 它不是说 多吃一个子就好 因为你提到这边的话 白棋度过 以后打吃 粘住还是先手 木树上并不便宜 接着白棋 要把这边补好 怎么补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刚才黑棋在这里 搬了一虎以后 我们都知道 如果说 被黑棋这样搬进来 假设你补在外面 很多时候 其实我们爱好者们 都会犯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 以为多走一个 把自己的这个空间扩大一点 吃掉对方木树就能更多 但是往往这种时候 你的棋 没有把味道补净 就会产生更多 更复杂的问题 比如说 打个比方 现在白棋 飞补 或者说跳补 无论走哪个 黑棋以后这一般 脚上白棋都没有办法 把黑棋吃净 如果你开截的话 这就很显然 已经是一个打截 如果你退的话 黑棋这一家 很显然白棋 已经也没办法 净吃掉黑棋了 所以白棋实战呢 白棋的补法也是很有讲究的 这种时候 宁愿把你围的木树少一点 但是力求味道干净 拐一个 这样黑棋就没办法在这边搬了 你搬的话 白棋 哪怕退 或者说简单的长一个 打持就接上 在这个角上 它是摆不出两个眼 虽然这边可能木树上会有点区别吧 但是白棋在大的方向上掌控 如果说你在这一带走的话 我就再补一手 所以其实这个局部双方的这么几个回合下来 其实是非常的精彩 也很值得我们在这个 以后的这个实战当中去借鉴和 试用的 尤其是白棋这个跳 再由黑棋这个 拖了一虎 接着白棋从下面打一个 再到补棋的方式 都是值得我们去 细细的品味的 好的各位棋友 这盘棋呢 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